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张作霖传义书,作者保证史料知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,张作霖路灵好汉出身,自然身上带着路灵好汉的那些气质。 为人仗义,脾气狠狠,所以在许多人的印象之中,张作霖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,尤其是在张作霖执掌东北的时候,更是对日本人态度强硬,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,最终惹怒了日本人被日本人所杀。 张作霖能够在东北如鱼得水,第一个原因自然是自己的几倍够硬,而他的几倍就是那三十万东北军。 东北作为张作霖的地盘,防守自然是不若金汤,而且飞机大炮坦克更是应有尽有。 在当时的军阀中,东北军数一数二,正因为这些,所以无论是外面虎视眈眈的日本、苏联、蒙古,还是内部的各系军阀,才不敢轻举妄动。 光有军事实力自然是不够,要不然张作霖死后,同样有着三十万东北军的少帅张作霖继位以后,日本人肆无忌惮地发动了九一八政变,连苏联蒙古都想过来分一杯羹。 所以,张作霖除却这些军事硬实力外,靠的还有她的软实力,关系。 张作霖搞关系也很简单,钱财和女人,张作霖一共生了八个儿子六个女儿,这些女子也都长得很是标致,尤其是二女儿张怀英,更是远近闻名,而且自幼深受张作霖的喜爱。 但是大家族也有大家族的无奈,尤其是当时张作霖自身腰杆不够强,而蒙古多次骚扰边际,张作霖又急着打直缝战争,所以只好牺牲了张怀英。 1908年的时候,张作霖前往墨河交匪,结果被达尔汉王爷给骚扰,张作霖忍无可忍,就和达尔汉王爷的军队交火起来,但张作霖此时并不是这些蒙古骑兵的对手。 一战打败以后,达尔汉尝到了甜头,开始不断地侵袭东北边境,劫掠粮食,让张作霖反不胜反,为了让自己在支缝大战中有一个稳固的后方,于是决定联姻。 张作霖将自己的二女儿张怀英嫁给了达尔汉王爷的儿子包部,这个包部天生脑袋不太灵光,张怀英自然对这门拼命的反对,但张作霖仍然坚持,将其嫁给了包部。 包部对张怀英根本没有感情,每次醉酒回来,就将张怀英一阵堵打,直到张学良继位后,才将他救回。 除去张怀英外,张冠英的婚姻也是张作霖安排,嫁给了黑龙江都军报贵清的儿子,而当时的原因则就是报贵清手里握有军权,张作霖为了巴结他,只好联姻,张冠英遭到丈夫抛弃, 孤苦伶仃地过了一辈子,张作霖能够在东北混得如鱼得水,其实最为关键的则是他的联姻政策。